次元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翁萊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挑戰我們的次元王挑戰賽啦 那這次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投稿喔 那這邊還是 這邊我想要稍微提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是我們這邊的投稿是一隻魔靈 不是一整隊好不好 我最多可以接受到這個好不好 無屬光或無屬啦 就無屬五個 就是你指定要什麼屬性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是五隻幫我挑好的話 那你要讓我不過關很簡單啊 你只要五隻角色不給我補血 或五隻角色不給我裙打 我就死定了啊 所以記得喔 我這一次的標準是一隻而已 所以假設好不好 像這個說實在 這個人的話 我覺得還勉強可以接受 很勉強 因為他有給我一個裙打 他有給我兩隻裙打 我很勉強可以接受 但沒有破防其實也不太好打喔 就是好不好 我們這一次是一隻而已 所以除非是這個無屬隊的 否則的話呢 呃... 其實無屬隊 以這次的通關來講 這次一定是純色隊啊 所以好像也沒有什麼無屬隊的問題欸 對不對 所以... 呃... 這一次的話 如果我選到像這種 你要全部都是元四聯名 或是你幫我選好隊伍的 我可能就會從中選一隻來打 我就不會整隊去... 我不會讓你的整個隊伍去做使用 當然如果只有... 只選一隻的話 可能會有人覺得 欸這樣難度有點低 我會試這一次的挑戰情況而定 如果...欸... 這一次挑戰還是很順利的話 下一次我可能會... 把這個難度提升到 我可能就自選兩隻... 欸不是... 各位可以自選兩隻這樣去挑戰喔 然後一直挑戰下去 看可能要...三隻 我覺得極限應該是在三隻左右啦 四隻應該就不太可能了 好啦... 那...因為至少... 我的隊伍上面需要一個群打一個補血 對吧... 只是... 才是一個... 因為這個小王冠要群打一次收掉兩隻才可以 那沒有補血我一定會被毒死 所以... 至少需要這兩個 所以我覺得最... 最極限最極限可能是在... 三隻左右 那...在看之後的狀況 這一次我們先挑戰一隻喔 那這邊的話 我已經事先先把大家的ID輸入在這個地方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 抽籤看看 看抽出來是誰 那我們就去看他的這個... 呃... 提供給我的一個通關條件是什麼 好啦... 那就...開抽 欸... Jimmy 要從抽啊 這個... 到處大意我做... 我做錢了 好啦... Jimmy的話我記得剛才我看到他了喔 他的條件是什麼 他條件是五光或五暗對角色不拘 這是不是有點太簡單啦 Jimmy你是不是在瞧不起我啊 五光或五暗是不是 那我...好像... 欸...等一下...抱歉... 等一下... 欸...等一下... 這個...欸...這個... 這個畫面什麼時候跑出來的 還好我剛才都有這個遮住 等一下... 科魯尼克的畫面什麼時候跑出來了 欸... 好啦...這邊... 來啦啦啦... 五光或五暗是不是 那是... 那是不是有點輕鬆啦 這次是純色隊 相同屬性 好啦... 那...看一下... 先檢查一下喔 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監視者之眼是什麼 獲得回合偷15%體力 若敵人有弱化效果則追加偷 所以我們需要有... 解狀態 五光或五暗 好 好... 好啦...那這邊我挑好隊伍囉 欸...說實在話的 嗯...就是... 這邊 暗隊我還沒有看 因為我就直接...就直接挑光隊 我發現一個很重...很嚴重的問題 暗隊感覺應該還好 光隊... 我沒有群打欸 欸... 我沒有群打欸 我...我找了好久 我找了這兩隻 我真的沒有什麼好用的群打 我還...我還稍微把它吃個技能了 我找了好久 沒有群打可以用 說實在的... 有點抖 真的有點抖 這兩隻群打我沒用過 好不好...光咖啡第一次登場 就...就獻給各位了 就獻給你了 Gimmy就這場了 因為我也沒有光鬼可以用啊 哇... 這裡... 我的狗頭人 我的超級狗頭人 我把它改成了一個這個... 六號命中 四號暴率的 我現在這一...這一...這一隊 我基本上全部好不好 我全部都是... 我幾乎全部都是四號暴率六號命中了 然後這邊...我們試試看 看這個痛不痛... 看這個痛不痛... 喔... 還蠻痛的喔...還蠻痛的喔... 感覺可以喔...感覺可以喔... 好... 然後...左邊降攻 右邊破防 然後打右邊 再打... 欸...群體嗎...不用... 再打...再打右邊 然後... 群體破防...沒破到... 沒關係... 點傷害... 免疫... 這邊我跟你們講... 這裡先扣一下... 這裡先扣一下... 然後...先點左邊...先破個防... 點右邊... 好...這裡有...這個境狀態可以... 有這個境狀態... 所以...他剛剛應該有放吧...看一下喔... 欸... 攻擊... 欸...他什麼時候會給...他什麼時候給護盾喔... 解除自身所有弱化效果並賦予... 好吧...還沒解... 喔...喔...OK...OK...OK...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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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喔...沒關係... 應該沒關係... 降攻... 這邊... 要補嗎... 我怎麼覺得可以扛... 等一下他會打嘛...所以... 我覺得應該可以扛...這樣子... 點... 然後...群體... 喔...可以...可以... 等一下...我跟你們講... 沒問題...沒問題...我跟你們講... 這裡... 這下...收頭... 收頭...有沒有... 好...再來... 這邊的話呢... 這樣子... 暈他... 欸...沒暈到... 但...但有特效條...沒關係... 要補嗎... 這裡感覺可以先不用補喔... 我們...我們先收一隻吧... 我們先收一隻吧...好不好... 喔... 退條... 吸條... 中間那隻沒吸到... 沒關係...欸...剛化免疫... 轉... 來...收一隻... 然後...加攻... 可以了... 再來...再收這隻免疫... 再收這隻免疫... 有破防...直接收... 直接收...可以...可以...可以... 再收中間... 吸...吸... 吸... 可以吧... 可以吧... 我其實現在很... 我現在其實說實在話... 我現在很擔心大王喔... 我現在很擔心大王... 因為我覺得大王可能有點難打... 消... 先補一下吧...這邊我們先補一下... 好...點掉... 中間沒了...點左邊... 好...剩右邊...剩右邊... OK... 收頭... 收頭... 好啦... 我的輸出真的沒有很夠力... 真的...認真講... 很危險...很危險... 先上烙印... 降攻嗎... 線上降攻... 喔...不錯喔...這個暴走有料...可以... 然後...破防... OK... 喔... 對耶... 我沒有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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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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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點危險啦...這個有點危險... 我沒有消耶... 突然發生這件事情... 這個...這個其實很嚴重... 這個問題很嚴重耶...沒有消耶... 用力...用力...用力...可以吧... 這邊我扣一下...這邊我扣一下... 因為他等一下又快要可以用那招了... 又快要可以用賭了... 浮攻... 浮攻... 感覺可以...我怎麼感覺可以直接收掉... 可以...傷害還是夠...夠痛的... 好...再拉... 再拉... 這邊...先給他上個降攻... 然後...點他... 這邊要解了吧...我想一下喔... 這邊應該...這邊應該解了...還是... 再等一會兒...先解先解... 這樣我等一下... 進王關的時候就有... 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可以那個... 可以那個... OK...有烙印道... 這邊... 西弓條浮攻... 這樣我等一下進王關的時候就有比較高的機會... 他的CD是轉好的... 好...然後... 好... 呃... 退條降攻... 可以...可以...可以... 痛的...痛的... 這隻會毒死...點他... 好... 最...最...最...最困難的時候... 這是最困難的時候... 那個... 監視...監視狀態是最危險的... 好... 降攻... 喔... 哇... 光仙女王不想輸... 欸...沒有破到防... 破防... OK... 烙印... 可以... 這邊我跟你講... 因為他會偷狀態... 我這裡直接這個下去... 這樣子... 給他進狀態...給他進狀態... 這樣他就偷不到我的免疫了... 好...用力... 砰... 啊...拆一下... 沒關係... 那這邊直接收... 可以...可以...可以... 喔...瞬間... 監視鏢狗出來... 鏢狗監視... 他...他監視出來我會超級危險... 我會超級無敵危險... 這樣應該過了吧... 應該吧... 然後...降攻... 解了...這邊要解了... 這邊要解了... 然後群體破防... 喔...沒關係... 那就有...誰破防收誰... 誰破防收誰... 誰破防收誰... 沒關係... 這裡這樣子... 這樣他就不能對我上狀態了... 漂亮... 蛤... 勇於接受挑戰... 說實在話我覺得這場打得很陡耶... 我真的覺得這場打得很陡耶... 這你們可能覺得...大家可能看到... 就是說...欸... 我感覺我打得很順啦... 沒有沒有...其實沒有很順喔... 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沒有很順喔... 等一下喔...狂暴化... 我要直接狂暴化了... 然後...群體破防... 砰... 過到了... 降攻... 烙印... 用力... 砰...欸... 其實...其實... 我這隊... 這隊的話他最大問題是什麼... 我的補血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我有... 我有狗頭的解... 我有光神女王的2技單解... 可是... 可是我狗頭的這個補血CD是很長的... 我光神女王2技能一次也只能解一隻... 所以其實變成我... 變成我壓力... 壓力其實是大的... 我覺得這場算是... 運氣壓力太差... 那過了吧... 哼... 有沒有...而且... 你看...他還會偷這個... 他還會偷免疫... 所以... 其實如果只要他偷到免疫的話... 那... 那... 那是會翻車的... 就是... 如果我沒有適時的消... 或直接收掉的話... 這個免疫掛久了... 如果一直破防上不到... 這個... 回合拉長... 是危險的喔... 好... 砰... 欸... 沒關係... 沒關係... 你看... 其實...其實很可怕耶... 說實... 欸...欸...欸... 其實很可怕耶... 你們有覺得其實很可怕嗎... 然後這隻... 這隻...如果我這下沒收掉的話... 我就有復活了... 對...我又復活... 我有復活了... 砰... 好啦...收掉... OK... 勝利... 勝利...勝利打掉了... 勝利打掉了... 純光隊...挑戰... Clear... 我覺得暗隊比較簡單啦... 說實在暗隊比較簡單... 因為暗隊的話... 我已經想到那個... 暗瑪德蓮... 然後那個... 暗神秘... 暗神秘女巫可以嗎... 暗神秘女巫可能不行... 暗屬性喔... 暗屬性可能要想一下... 但是我覺得暗屬性的這個... 打手比較多一點點... 我自己的感覺啦... 好...這邊的話... 恩...應該是... 沒什麼好... 懸念了... 就這一顆了... 就這一顆了...好不好... OK... 那... 好... 那就... Jimmy... 差一點點啦... 其實純光... 我覺得... 純光暗真的還蠻難的... 真的還蠻難的... 但是還好我們的觀念是OK的... 我們的觀念是好的... 那... 好啦...下一次好不好... 下一次我們就挑戰兩隻... 下一次我們挑戰兩隻... 一樣...在下一次... 次元王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做個簡單的預告... 然後... 讓大家來... 去做一個... 這個... 呃... 預測... 來去做一個這個預測喔... 那就... 下一次還是一樣... 會在可能... 次元王要出來的... 這個... 前幾天... 那... 來去... 跟大家做一個目擊... 做一個真稿... 那下一次我們挑戰兩隻了... 好不好...OK... 好啦... 那這邊看一下我們的符文... 這個沒用... 垃圾... 再來這顆... 欸... 開心... 留著... 這顆... 這一次的經典實際模式有點爛啦... 說實在的...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來衝符文了... 啊... 你問我為什麼能量是98嗎? 因為... 在這個... 監視狀態的時候... 這個第二階段監視狀態的時候... 我第一階段幻影... 這個... 光咖啡被抓走... 然後沒有來得及... 即時收他... 因為光狗頭那時候沒有撐命中... 然後... 導致他的一個... 這個... 這個... 破防上得太慢... 然後... 就輸出太低... 第一次就翻車啦... 第一次就翻車啦... 滿意了嗎... 滿意了吧... 這是不是有點太簡單啦... Jimmy... 你是不是在瞧不起我啊... 好啦... Jimmy... 呃... 你一定有我聯繫方式的... 再給我你的這個... 地址吧... 再給我你的這個... 基建地址喔... 這個...姓名地址電話喔... 恭喜你... 第一次的挑戰成功啦... 我打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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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真的... 光屬性的那個... 我覺得啦... 我覺得...其實第二次打起來... 比第一次穩很多了... 那就真的是那個第二次... 的... 這個... 就是那個光狗頭的命中... 真的要撐起來... 你要有穩定的破防好不好... 這邊啦... 如果你是... 新手的話好不好... 這邊... 打次元王... 重點是什麼... 你要有穩定的破防... 你要有穩定的補血... 你要有穩定的這個... 解狀態... 輸出反而是其次... 因為在次元王的情況下呢... 攻防體會是十倍... 速度會是十分之一倍... 爆率...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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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傷未滿150... 會直接補到150...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你只要稱好百爆... 抵抗... 命中... 這幾條屬性才是... 在次元王... 投資他次元王... 效益最高的... 幾條屬性了... 好不好... 好啦... 恭喜啦... 恭喜啦... 那我們就來看符文... 衝得怎麼樣吧... 好啦... 準備囉... 3... 2... 1... 開槍!!! 好啦...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大家... 掰掰...